Pokemon Let's Go 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ageCare 又是我Leo和大家玩Pokemon Let's Go 這款RPG和過往我們玩的不同 以前我們要升等級 可能是去草叢、御小精靈和戰鬥升等 但現在這款遊戲已經改變了 就變成我們捉小精靈都會升等級 而且不是升一隻 是放在我們身上的六隻小精靈都會一起升 既然是這樣,升等級最快的方法就是捉小精靈 但怎樣捉,捉哪隻都有技巧 我們首先來到華南市 然後我們需要去超夢夢的山洞 裡面捉吉利蛋 這款遊戲暫時來說是升得最快的 因為如果去成島最高的倍數 是有72倍的 差不多有9萬的經驗值 如果用噴火龍那些就可以直接飛過去 如果身上剛好沒有過 其實繞少少圈過去 由水路過也很快 我們就來到入口這裡 進去之後就要再繞一次水路 走到水路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上二樓 為了我們把捉小精靈的獎勵升得更高 我們就用另一個手掣 把另一個人物放出來 除此之外我們就要開賣黃金的香水 多一點精靈讓我們去捉 即是彈多幾隻吉利蛋 我們的目標只是捉吉利蛋 其他一概都不捉 因為我們要計算連鎖獎勵 每一次最好丟都是丟Excellence 因為不同程度會有不同的獎勵 Excellence的獎勵是最多的 而且最好就是第一次丟精靈就捉到 我現在這樣就27倍的獎勵 有30807經驗 基本上如果你連鎖到30多之後 他的獎勵都很多 每次捉到基本座底 都有1萬多 2萬3萬 即是 我現在就基本連鎖3萬 即是每次都有3萬 但如果剛好丟得不好 可能Grade 有沒有Excellence 有沒有這些 那可能就會只剩1萬多 有機會的 那如果你第一球捉不到 你第二球才捉到 那麼倍數又會再低一點 所以最好的情況是什麼 第一個精靈球 就已經捉到Excellence 還要捉到 那就最好 但記得開兩個 即是開兩個手掣 一起玩 有這個一起捕捉的獎勵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經捉了707隻 右上那裡寫著 我總數捉了 我連續捕捉已經是398隻 多捕捉兩隻就連續捕捉400 其實這個連續捕捉獎勵 你到了31之後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 即是你要識位 經驗值 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我連續捕捉了 沒有斷過 因為我現在把我所有的小證 103隻的小證 全部訓練到100級 打這個極限大師 即是極致那些 另外捕捉我們捕捉小證的時候 來這隻吉利蛋 它是沒有任何尺寸的獎勵 如果你要需要一些90,000經驗 即是乘成72倍 基本 你這些沒有 即是我們平時在外面看到小證 會有一些紅光或藍光 在外面圍著它 那些其實是尺寸的獎勵 如果沒有的話 來這隻我沒有 可能只剩下 現在好像這樣 這隻只有1,000多 但如果你有尺寸獎勵 加上Excelence 第1下種的 基本上3萬多 有時候會有6萬 最多會有9萬出現 例如這些 有藍光 轉著它 這些就是 紅色就是大尺寸 藍色就是小尺寸 你撞它的話 它會寫著小尺寸 捕捉這些 就會有這個尺寸的獎勵 加經驗值多很多 但是你要中Excelence 再承上它會更多 因為我現在駁著 的關係 因為我現在駁著電腦 所以 丟那個未必丟得這麼好 大家看到它有一個尺寸獎勵 就是這個 如果你們不是駁著螢幕 玩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會比較容易中Excelence 我駁著它 始終會比較難 還有怎樣才不會斷連續捕捉呢 很簡單 我們現在剛剛進來 我們不丟精靈球 它是不會走的 就是怎樣都不會走 走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 我丟了精靈球 把它收到精靈球裡面 之後 我們捉不到 它彈了出來 就有機會走 因為它更生了之前就是 兩次 現在就一次 只要我們把它收到精靈球一次之後 它就會有機會走 所以 最好 你不想斷的就是 扔精靈球 收到精靈球之後 咦 然後發現 它彈了出來 我們捉不到 就好 逃走 走 如果不是 就有機會 它會走 我們就斷了那個連續捕捉獎勵 像我現在這樣 扔精靈球 扔塞都不怕 扔塞多少次都不怕 只要它不進入精靈球裡面 就不會走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好了 假設你走運 整場都不見 其實很簡單 只要走下樓梯 然後再走上去 它就會重新再拆過一次 即是重新出過 那些小精靈 然後再找 就有機會 又出現 如果沒有 照樣再做 聽到聲音了 找一下 應該在那邊 有了 馬上彈出來 看到嗎 就是這樣 如果剛好走運 整場都沒有 就扔下樓梯 再走上來 然後再找兩找 又會有新的吉利蛋出現 讓你去捉 另外 除了捉吉利蛋的同事 其實我們有東西可以做 大家看到這些 這個 閃閃亮亮發光的 或者這個 其實我們走上去 是有東西撿的 先走開 看到我們 比卡超的尾 搖得很厲害 只要是搖 其實代表有東西 這些發光的物品 即是地下這些 我們走過去 是有東西撿的 我現在撿了 10個高級球 即是黑球 這個就被我撿了 沒有 這個也是 總之全部 閃光的 這些都有 這個也有 有時候就會撿到 有時候會撿到 這些金色的香蕉 菠蘿 等等 香蕉 總之全部地下 這些發光的 都會有 它不是計算每一天 你撿完之後 隔一會 就會再出現 它出現的 時間 應該是計算步數 即是行舊馬的步數 它就會刷新出現 有再給你撿 這裡 是有機會撿到 這個Master Ball 不過 我很黑 到現在還沒有撿到Master Ball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 告訴大家 是有機率會撿到 是100%有機率會撿到 至於什麼時候撿到 就 香蕉 當然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這樣等 你也可以用這個 Safe Load大法 去刷這個Master Ball 另外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來捉過 其實最初的30隻會比較辛苦 到後期 就輕鬆很多 你看 現在 這裡三隻 都是有這些尺寸的獎勵 所以其實到後期 就很容易 升級 輕輕了一隻 萬幾斤就升得很輕鬆 給大家看看 這一張是相片 我之前是在捉吉利彈的時候 倍率就是72倍 得到的經驗就是9萬 這樣捉一捉 就是你不斷捉 我猜20多隻 怎麼都會有一次9萬 當然要看看你的技術 你技術好的 會有多一點的機率 就會不停的9萬 升級真的升得很快 如果你一開始是拿一隻幾等級 如果你整個9萬個 一下子可以升到四十幾五十等級 當然也要看一隻精靈 因為每隻精靈的等級 需要的經驗值都是不同的 因回一隻精靈而異 但是最基本 升二十幾三十個等級 就算是這九十幾等級的小精靈 你拿到九萬精 起碼都升兩三個等級 所以這個升等級的方法 就最快 捉吉利彈是最多經驗值的 順便給大家看 我之前都已經捉了一隻閃 連續捕捉63隻的時候 捉了一隻 之後再捉多一隻 那隻就沒有拍照了 所以我現在總共有兩隻閃的吉利彈 不過有一隻我就留下了 另一隻我已經是送給我團隊裡面的人了 我就是送給Candy 我已經送給Candy 所以我現在只有一隻 但是我到現在我也想捉到一隻 看看到時我會不會直播的時候 送給網友們 但是我現在還未捉到 希望我快點捉到 到時送一些閃光出來給網友們 好了 那這次教大家捉吉利彈星等級的教學影片到這裡 喜歡就給我按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 5Pokemon Next Go 還有什麼追尋或攻略都要拍影片給大家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